对台中市国公路走进来,就能看到由人民港提名的临世庄庙的白楼。 对白楼走进来的行业来,可以看到进入临世庄庙的门口。 门口还没有说今年是建廟八九年。 对门口走进来之后,是一片大公团。 这秋平是临世庄庙的主建材物。 在主建材物的下面,有一片临世庄庙的拼。 门口进来的所在是在教合十二年初期作成幽美的金螺。 临世庄庙在民国七十二年,略為国家杉末的五舊。 这片双龙四珠的表情有一堆教室是一百清五年青雕初年的重要文物 临世宗庙大门普通时是关起来要对门门进来 在来面大门的上面掘到林苗江提名的洪阳祖德的边纳 站在中四珠一角看起来真正是梯牌 这是这门之外的所在 这道远方祖德的出门 在中四珠一角看起来真正是出门 松入过来 western 这是有三珠一拨 这道远方的碗 看到这难道有三珠一拨 是三珠一拨 是三珠一拨 这是一堨的优先 入三珠一拨 借電的文匯品額是青條公費十九年 生完一百九十年 武方林家林文勤各種舉人的白片 借電放到歷代祖先的白尾 兩邊放到歷代祖先的白尾 後邊也是放到歷代祖先的白尾 民国四十一年临世宗庙严格十碑 民国八十五年宗庙丁修的记录 日本交合青年当时关心的人的名字 煮电池有放几个片做生白猥的围地堂 好平好凉的正天是红色妈祖林末娘 现在有放一个林寺宗庙的建筑模型 荣兵给人的正天宏庙与林姓开机组笔甘宫 在出口的所在有国家的当感受介绍 目前的当市长是正台中市长林伯隆 还有无法林家的介绍展览 当时担任1919年临世宗庙建筑委员党的林建筑 是无法林家的代表人物 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在民国十四年 很好的林建筑委员党的无亲生日的败变 不可以看出来的林家在当时的影响中